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轮番的把我们折磨留下来 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给骂了 然后我就辞职了 完事以后我才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辞职了 所有人都留下来 干的漂亮 来 再喝一杯 今天这 这酒我请了 像个爷们 不是 陆伟伍 我确实得说你两句 你这事干的相当不漂亮 就王倩那种女人 你忍他干什么 有什么必要呢 你这不是亲者痛愁这块吗 你不但辜负了王倩 你连我都辜负了 你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 昂首挺胸离开那公司的了 我当然没了 我就是因为眼睁睁地看着你们 因为我 一个一个的失忆 找不到工作 你们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 所以我才决定我以后再也不遗期用事了 不能再害你 如果我今天要跟王倩拍桌子 要闹翻了的话 你们想想看 王倩如果真是把萧绢和甜甜开除了 我以后我还怎么活着啊 王倩 你今天去辞职你 你跟谁说过 你跟我们大家商量吗 谁也不知道你一意孤行啊 你怎么搞的你是 你之前跟我们打个招呼不好吗 我问你 成匹夫之勇能吃饱饭吗 吃不饱饭我们什么理想都扯淡 好 陆沛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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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不要去扯别人 我们先刨开甜甜 刨开孝俊 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完全客服恐惧了 你会留下来吗 你不是还是缩头乌龟吗 再有一个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都是兄弟 我走了 你们留在哪儿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 王倩 我真的很恐惧 我真的很恐惧 我不能再让你们失业了 因为我 你懂吗 不要再来崇海 你不要教育我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让老大自居 你不是老大 我告诉你 我应该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最清楚 我比你们都明白 我就是看不起这样 多大点事 不就是工作吗 能饿死吗 每个人活着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痛苦 就是活着 好了 好了 没有人看得起 好了 好了 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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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 陆沛也是好心 顾全大局嘛 大家都是好心 都是兄弟啊 没事 没事 都是兄弟 吵架 没事 你们喝 好了 好了 咱今天不在这儿吵 好不好 林姐今天还在这儿做生意 咱们有话回去说 好好说 好吧 我先走了 这么讲 陆沛 陆沛 我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对我的帮助 真的 我真的很谢谢你 从今以后不需要了 这点啤酒钱我是劫得起的 多少钱 累了累了 累了 想买单是吗 三千六百块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刚才听见你说 你不想让陆沛给你买单是吗 那好啊 你这么有骨气 那就把以前他给你垫的那些钱 都拿出来吧 咱们十次接一回账 三百六一次 加在一起三千六百块 赶紧拿出来吧 我替你还给陆沛 ceu 我 没带这么多 你是没带那么多 还是根本就没那么多 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说一句实话 浪浪 你们 你们是不是都很看不起我 我们没有看不起你 如果一个人老是觉得 别人都看不起他 这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陆菲 对不起 对不起陆菲 我今天喝太多酒了 小玉子 我去跟他聊聊 我来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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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recycling 不玩了 你可输了啊 还输了 刚才刮了一阵风 你就赖了 你这人啊永远都不接受现实 接受那玩意干嘛呀 现实多残酷 这都残酷 诶 诶 成哥俩认识几年了 在一起有八年了 九年了 有吗 上学四年 工作五年 哇 有这么久的呀 哎呀 咱俩在一块我太了解 一总共 谈了几个女朋友 知己多少工作 诶 你那会儿炮人满军的时候 还借了我两百块钱 他现在没还呢 你滚蛋 我帮你打架了 你说你两百块钱不用还呢 有这事儿 废话 那我省上八怎么来的 我忘了 都吹你了 我想起来了 那次打完架之后 咱们一块儿设计了第一个小游戏 后来赚了不少万块 记得吗 大部分都当医药费 后来因为这款小游戏 咱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是 还记得当时咱们发了什么事吗 记着 一定要做人上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公司 一定要做世界上最牛的游戏 对不对 是 都九年了 活得连狗都捂了 还最牛的游戏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我为这帮兄弟我也要好好干 总往一天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一篇天图 来 再来一块儿 行不行啊你 来呀 来就来 你给我站住 你过来 妈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忙了一天累了 我让你过来呢 来了来了 你哪是忙了一天呢 你忙了好几天了你 公司有那么多事情我当然忙了 这年还不满意啊 我现在说话你怎么这么不爱听啊 我一说话你就烦 你干什么呀 我是你妈妈 我在公司我是董事长 你只不过是我任命的总经理 你要搞清楚 你不用总是这么提醒我 你要对我不满意你就开除我 你不用老这么跟我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呢 我要是早知道你这么胡作非为 我就不应该让你从国外回来 本来我想指着你帮帮我 你敬给我添乱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干嘛要动用这么一大一大笔资金 你去收购那个横伟公司啊 你脑子出问题了吧 我这怎么想不明白 我发现你这孩子这脑子真是有问题 横伟已经跟方总把那个项目签下来了 那笔钱咱们迟早会赚回来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你以为我是傻子啊 我跟你说你做的这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心里都很清楚全都是为了那个陆飞 那陆飞怎么了 啊 他这么好啊 他值得吗 他要是想和你好当时人家就不拒绝你了 你干嘛这么执着呀 有什么意义啊 我就没看出来这个陆飞他有这么好吗 妈 我得不到 谁也别想得到 陆飞欠我的 必须得还给我 还有那个染镜 别以为他可以那么容易得到陆飞 我不会犯过他的 他每一个人我谁都不会犯过 我警告你了 你不要动冷静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想干什么呀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你疯了 是你女儿疯了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 跟丧心病狂有什么级别 你凭什么说我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陆飞他们能进横尾都是拜你所赐 你根本就是想除掉我 好毒痛我妈财产 自己爱不得了 去滚了 自己爱不得了 Arduino 也有个麻烦 你跟婆娘说过 你这件事 你怎么能干嘛 我便宜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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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良心跑到哪儿去了 整天哭着张脸 我欠你的 不是你欠我的 是我欠所有人的 找着喽 你要什么 干活 帮我把这接着去 这王磊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就这样不按常理出牌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该追 那他是不是双子座的 双子座 好像真是 怎么了 思维敏捷缺乏耐性 这就是双子座人的特点 钳子 你说什么来着 书上说了 双子座的人嘛 有些神经质 双面性格 好动 但是没有耐心 说得很对啊 就是王磊 你看的什么书 星座大全 拜托你能不能看着有技术含量的书 怎么没有技术含量啊 星座可是统计学 是吗 是吗 对啊 朱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 我是 北斗七星的 你还北斗神拳呢 那你起月几号升的 八月十八 狮子座 你是狮子座的 狮子座有什么说法 等会儿我帮你查查 你别走福了点啊 来了来了 算算你先下来吧 这样你找一点工你也不找 你先下来下来 狮子座点心特定 下来 是吗 行 下来歇会儿 快快快快 快快 什么时候这书 那是 你念一段啊 狮子座男性拥有超然的自信 和倔强的韧性 坚信自己的想法 富有个性 相信有智者是进程 面临任何的困境都不会亲眼放弃 会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 战胜艰难险主 个性鲜明 气度不凡 身边有众多的追随者 有杰出的领导才能 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支配 你别说啊 这星座书不信还真不成 挺准的 我陆飞有这么多优点啊 我自己还做没意识到 你确定你是狮子座的吗 八月十八啊 没错 会不会你妈妈瞒着你 偷偷改了户口本啊 你 你这是嫉妒啊 有你这样的吗 接着念还有什么表演的话 还有啊 狮子座的人主观意识太强 自以为是 自视过高 仗势欺人 好管闲事 脾气固执冲动 只能接受奉承 如果狮子座的人 想法受到了限制 会相当阴郁 变成乖僻的个性 过分的自信 会阻碍自己前进 行 越说越不像了 越说越不准了 封建迷信 你看你看 这星座书上说得还真准 一下子就证明了吧 只能接受奉承 谁说的 我这个人一向是谦虚谨慎 还有什么批评的话 说出来 没了 就这么多啊 你这书里有没有说 我什么时候找到媳妇啊 这又不是算命书 等会儿 我帮你看看 从面向上看吧 光棍命 我呸呸呸我光棍命 凭什么我光棍命啊 你个臭丫头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我可不愿意孤独终老 接着念 真的没有了 肯定有 只有一个什么素配星座 行 反正缩咬范围了嘛 狮子座的人 对一般异性能滔滔不绝地 侃侃而谈 对爱人却口舌打结般的 不会自由自在地畅谈 于狮子座的素配星座 第一名是 是什么你快说呀 别卖关子 这书真是挺不准的 算了 咱们修灯吧 别别别 你叫我看看 我啥过了 看看 好 丫头 你是白羊做的吧 这 这我是该动 你肯定是白羊做的 你怎么了你 丫头 你怎么了 骗你的 你怎么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你怎么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呢 我一个表哥就这么死的 你知道吗 对不起啊 我也骗你的 狮子 你怎么能不能被他 对不起啊 你怎么能被我带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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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